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有趣而又惊险的蛇之旅 一起感受有关蛇的旅游文化 感受烟台的另外一种风情 大家好 我是点点 我现在非常的紧张 我也非常的紧张 我发现我的海毛已经竖起来了 你知道吗 我们身上扛的可不是一件玩具 它是一条真正的大马蛇 这条蛇身长有三米多 重达21公斤 我跟你讲我们的导演真的是太狠心了 他一定要我们俩扛着这条大马蛇出镜 这条马蛇虽然说它没有毒 但是拿在身上那种凉索索 它蠕动的感觉 就足以让我寒毛立起来 现在鸡皮疙瘩满地 真的是太害怕了 因为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山东烟台的蛇博园 既然你来到了这里 我就要让你带你见识各种各样的蛇 让你打开眼界跟着我们慢慢感受吧 话虽怎么说 但是我们的外景记者点点 以及乡村推荐员王志海 还是在和大蟒蛇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后 找到了点感觉 他们也从最初的害怕 京剧变成了蟒蛇达人 和蟒蛇成了朋友 这条大蟒蛇 也早就习惯了和游客们玩耍 无论对大小游客 它都温顺自如 从来没有什么脾气 和大蟒蛇摆个姿势 搞一个别致的造型 美女 蟒蛇 帅哥 冰冷刺激 好不开心 虽然蛇伯源的大蟒蛇 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但是还是有不少人 对它心生恐惧 也是第一次和蟒 亲密接触 对 那你觉得在蛇伯源当中 能够感受到 怎么样的一种蛇文化 首先是蛇的 从了解了很多蛇的习性 让孩子也长了见识 自己也跟着长了见识 第一次挑战成功 厉害 实际上 无论是有毒蛇 还是无毒蛇 都不会主动攻击人 何况还有不少人 拿蛇当宠物呀 这个手是要拿着蛇头 是吗 刚斜倒了 现在它在你的身上 这样来回动 害怕吗 不害怕 就是太重了 挺沉的 拿着这个蛇 是什么样的感觉 凉凉的 然后挺舒服的 其实 这真的是美女与蛇的故事 烟台蛇伯源 位于山东省烟台市 知福区南车门村 占地面积三万平米 是一个以宣传蛇文化 介绍蛇知识为主的 自然生态园 分蛇文化蛇标本展区 无毒蛇生态展示区 十大毒蛇展示区 蛇文化立体景观展区 以及养殖繁育区 蛇伯源内有五十多种毒蛇 和无毒蛇 大大小小 共计七十多万条 对蛇 游客们充满了好奇 目前 全球一共有三千多种蛇类 其中毒蛇有六百五十多种 中国有蛇类 二百一十六种 毒蛇六十五种 一般情况下 小型蛇类的寿命 在两到五年左右 中型蛇类 在五到十二年左右 大型蛇类 十到二十年 蟒蛇可以活到三十到四十年 甚至更长 人们对蛇好奇 也对蛇充满了恐惧 谈蛇色变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卑躬蛇影 这些词句 都显示了人们和蛇 矛盾的关系 以前都是比较远距离看 今天都是近距离看 五步蛇 还有过三封 那些五剧毒的蛇 都能看到 近距离地看这些蛇 是什么样的感觉 哇 是挺有点毛骨送人 挺吓人的 我觉得建了这个社会员以后 对大家 对这个蛇的一些常识了 蛇的一些功能了 让老百姓更能够能知道 因为平常很难得到这些知识 在书本上看又记不住 这个比较活灵活现的 展现给大家 在烟台蛇波园养殖区 其内部孵化繁殖的眼睛蛇 棕黑锦蛇的场面 是平常很难看到的 在工作人员的保护下 我们得以一探究竟 所有蛇类都是肉食性动物 蛇类的产卵期 一般在四月下旬 到六月上中旬 每条蛇产卵的数量 为八到十五枚不等 野生动物在维护 自然生态环境方面 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蛇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 青草 蝗虫 蛙 鼠 蛇 鹰 是一条食物链 它们通过食物链的关系 互相依存 互相制约 一旦食物链的某一环节出现了问题 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生态环境就会受到严重破坏 除眼镜蛇之外 蛇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 我们没有发现它 而过分逼近蛇体 或者无意踩到了蛇体的时候 它才会咬人 如果遇到蛇 它没有主动向你进攻 千万不要惊扰它 对蛇 游客们总是有很多未知需要探究 蛇都吃什么 蛇平时就吃小白鼠 再不吃别的 不吃别的 就是活的是死的 活的 您刚才在那个活蛇展区里面 看的那个乌烧蛇 乌烧蛇它是吃青蛙的 这里面养了多少蛇呀 这里边养了几十种蛇 有毒还是无毒的 有毒的无毒的都有 都有 对 一般蛇要养多长时间 它长得快吗 蛇一年要退六到七次皮 每退一次皮 它就长长一些 这个季节 我看里面有很多是蛇退 对 退皮的季节 我知道它出去吃老鼠 但是我老是不相信 它那个嘴那么小 怎么能吞到肚子里 对于这个蛇还是比较好奇的 尤其是你像长那么小 但是它的毒 有的蛇 有的蛇的毒 可以杀死一个大象 杀死我觉得特别好奇 这是蛇文化 立体景观展区的一个场景 按照白蛇传的传说打造 关键是在这个场景下 有一条珍贵的白蛇游野其中 为这个立体景观区 营造出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白蛇传和梁山伯宇著英台 孟江宇 牛郎之女 是中国四大汉族民间爱情传说 白蛇传的传说远远流长 家喻户晓 它描述的是一个修炼成人形的蛇精 与人的曲折爱情故事 故事包括鹏传借伞 白娘子到林之仙草 水漫金山 断桥 雷锋塔 许仙之子 士林祭塔 法海遂顿身谢父 以逃死等情节 表达了人民 对男女自由恋爱的赞美向往 和对封建势力 无理束缚的憎恨 是谁在耳边说 爱我永不变 只为这一句 哈哈断肠也无缘 西湖美景 三月天埋 春雨如酒 流如烟内 可能您很好奇啊 为什么我和志海 要在这块唱起 新白娘子传奇里的插曲 看看我们现在来到场景 您可能就已经明白了 看看我们身后啊 是一个雷锋塔 现在站的地方呢 是仿造西湖建的 我面前的这个青蛇白蛇 更不用说了 你来到这想到什么 想到了白蛇和青蛇 千古流传的爱情故事 来到这儿 我最想到的就是 白娘子变蛇 那段我实在是觉得 没错 印象太深刻了 就一定要等着 她喝了熊黄了以后 看她变蛇的那个场景 确实历历在目啊 这酒里面 怎么会是红颜色的 我多加了一些 辟邪解毒的药 叫熊黄 端午节喝最好了 熊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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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子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来 来 娘子 我 我大概是醉了 伯人 你不要管我 你自己去看龙舟吧 给 娘子 睡一会儿 娘子 娘子 你觉得怎么样 娘子 你觉得怎么样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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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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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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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漂亮啊 对 很漂亮啊 我 我看到他是通体雪白 而且泛着荧光 因为这个地方刚好有亮光 所以还有一点那种粉嫩的感觉 还有点透明 我都能看到它里面这是血管吗 这个白蛇是很珍贵吗 对对对 这个一般在自然界里边呢 然后都那个非常少 好像好几万条蛇里边才能出现这么一一条 那在咱们园区有几条 一条一条 仅此一条 只有一条 对对对 今天也算开眼界了能够见到这条白蛇 今天也是一起来这边旅游的 对 以前见过白蛇吗 没有从来没见过 今天看了觉得它漂亮吗 非常漂亮 感觉就是大传还有这么这么神奇的这个神物 头一次看到 看过新白娘子传奇吗 看过 你觉得和你想象的白蛇有什么差别没 特别小 感觉就这条蛇 但是真的很漂亮 非常可爱 然后而且颜色非常剔透 给你一种很纯洁的感觉 以前在别地方没见过吗 没有 它是本来就是白蛇这个品种 不是 这是基因突变而成的蛇 那它是什么蛇变的 这个至今我们也不知道 至今还是一个谜 就是说现在它是什么蛇变的还不知道 对 怪不得这么珍贵 真的很神奇 很多游客不了解 所谓白蛇 其实多指身体发生白化现象的蛇类 一般分为无毒和有毒两种类型 有毒的白蛇多数为变异的眼镜蛇 其毒为剧毒 白蛇是一种比较稀有的蛇类 人们一般认为白蛇是一种具有灵性的动物 并称之为灵蛇 正因其较为罕见 于是在一些艺术作品中 白蛇被赋予神奇的象征 白蛇传中的白素贞的传说 在我国民间最为流行 它挺漂亮的 然后第一次看到之后 想到白蛇传里面白娘子 然后想那种会不会哇 然后变成美丽的一个白娘子出来 在舌尾园然后感受了舌尾园的一些关于蛇的文化 然后也开通了一些演技 学到了很多知识 以前我对蛇就挺恐惧的 今天我就是近距离的来到这舌尾园看着这些蛇 我感觉就是消除以前的恐惧感了 然后通过那个公众人员讲解 就觉得这蛇是咱们人类的朋友 蛇的全身是宝 蛇酒可以驱风活血 疏轻通动 蛇胆可以明目止咳 蛇毒能抗凝血 治疗中风 及各类血栓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 蛇博园就有不少和蛇相关的旅游商品 天天 今天我带你见识了各种各样的蛇 其实在我们蛇博园里有很多用蛇做成的旅游商品 蛇还能做成很多商品 你看这就是用蛇做成的工艺品 这个是哪儿针蛇做的吗 对 这个是用球蟒做成的 一整条蛇做的蛇皮还有蛇骨标本 就说这个蛇里面已经是掏空的了 对掏空了 蛇骨在这里针蛇皮 这是它的骨头 对骨头 怪不得感觉微妙微笑的 你看这个蛇感觉就像自己在照镜子一样 这有多少块骨头 它的头骨就有43块 尾椎骨的话是200多块 全部加起来一共有500左右块骨头 500多块细小的骨头一点一点拼起来的 不是 还要加上这些肋骨 肋骨就是乘以二 两个人的话大概要拼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两个人要两个多月 就是这个拼出来的 对这个可以自己带回家的自己拼这个 那像这些卖多少钱一套 这个的话呢 这一套是1000多一点 那像这个买回去 这拼起来了以后就会想到这样的一趟旅程 跟蛇的亲密接触 也挺有意义的 带一套回去送给朋友也不错 烟台舌波园不仅有蛇类美食 还有烟台食客中最受欢迎的珊瑚鱼 珊瑚鱼在烟台食客中广受欢迎 珊瑚鱼选用的是桂鱼 活桂鱼清洗去内脏去鳞 将鱼头和鱼尾切下来 把鱼骨剔掉 半边桂鱼去除腹刺和脊骨 顺着鱼身用刀 拉出一厘米宽的长片 让其在鱼皮处相连 然后斜刀片出一根根的细长条 同样不要切断 用手拉起鱼皮 可以看到一根根的鱼条垂落下来 漂洗去血水后 放入汤盆中加生姜片浸泡和一勺料酒 去腥半个小时 带沥干水分 将一个鸡蛋清放入 鸡蛋清要和鱼肉充分融合 然后放入淀粉和吉士粉混合的粉中进行铺粉 铺粉满后放入油锅中炸熟 改大火 复炸一下才能捞起 然后就要做珊瑚云的酱汁了 锅上火放入少许油 蒜末嵌锅 然后加入番茄酱 糖 盐 味精等 调好酱汁 加淀粉勾芡 就可以浇在鱼身上 鲑�鱼 鲑鱼 鲑鱼又称熬花鱼 唐代章制和有桃花流水鲑鱼肥的诗句 鲑鱼以肉丰厚 胃鲜美骨刺少而著称 营养丰富 蛋白质含量高 是驰名中外的淡水名鲑鱼类之一 为鱼中之上品 鲑鱼无论是糖醋 红烧 炸溜 清蒸等方法烹饪 都是宴席上的佳肴 珊瑚鱼的做法更不例外 这种鱼的形状看起来像我们海里的珊瑚 表面上看起来特别的漂亮 而且特别的精致 到底好吃不好吃呢 我来尝试第一口 味道酸酸的甜甜的 有一种像我们平时所吃的糖醋鱼 但是又不同于糖醋鱼 肉质特别的鲜嫩 而且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如果你来到烟台 不妨尝尝当地的珊瑚鱼 烟台是首批54座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之一 海岸线蜿蜒蜒十公里 沙洗滩平水质清洁 素游北方第一海滩之称 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 每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受益于交通旅游市场的兴旺 烟台舌波园也迎来了游客的爆发 舌波园主要是借着这个旅游城市 传播舌利的文化 还有舌利的表演 舌利的生态养殖 我们现在就是每天的游人 能达到五六千人 这趟舌波园之旅真的是收获很多 我在一个庞大的舌窝里挑战了自我 和大马蛇亲密接触 和罕见珍稀的白蛇邂逅等等 这些都让我感受到 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 烟台的珊瑚鱼 也给我这趟旅程留下了美味的回忆 美丽中国行 生态乡村游 我们继续出发 这次舌波园之旅 真上我开了眼界 让我们想到的是 在烟台这样的海滨城市 舌波园凭借独特的定位 分得了交通旅游市场的一杯羹 错位竞争 找准市场空白 发展自己 还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尼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下期节目 我们再见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